我们稍微来复习一下 假设我们有一个 这样子的equation 假设这个equation是linear的 它是second order linear homogeneous 它是non-homogeneous non-homogeneous L-O-D 我们知道它会有一个唯一的解 它的解会形成什么 它会是y 第一个是homogeneous的general solution 再加上y particular solution particular solution可以用我们上次 所教过的猜测的方式来做 对不对 前面homogeneous就是non-rx等于0 这个解先把它解出来 那就可以 好 今天我们来讲一题的题目 它叫做forced 它是一个强迫震荡的一个震荡词 或者我们把它称之为共振的现象 OK 好 现在呢 我们假设我们的equation是这样 好 我们先看看前面这是什么意思 假设没有中间这一项 它代表的只是基本的减学震荡 你从减学震荡的推论就可以得得到 中间这一项是告诉我们说 它有一个什么damping项 一个阻尼项 它是跟着速度成正面 你速度越快 我阻挡你的力量越大 速度越慢 阻挡你的力量就越大 假设我前面再加一个力量 F0 cos omega t 那么这个时候就代表一件事情 这个是我外面施加一个力量 这个力量跟着我这个材料 自己本身的天然的共振 天然的频率一定有什么关系 OK 我们知道一件事情 假设这个简单的减学震荡 Omega正比于什么 K over M 是不是 Omega正比于K over M 也就是这是它的频率 假设这个叫做原始的 我加个0 这个是外加的 这两个一样跟不一样 会发生什么事情 对不对 我们很想知道一下 假设一样 就像那一推秋千一样 你推的力量 跟它震荡的频率呢 完全match 所以我们预期到 这个秋千越当越大 那我们能不能解到同样的结果 你不要告诉我 我的实验它越来越大 算完之后发觉它不动 那到底是谁对谁错 当然是我们算错了 对不对 好 所以我们要注意一下这个问题 好 那我们也了解 它的complete solution 它会是homogeneous解 跟particular solution的解 它一定会是这样子的一个函数 OK 记住哦 这里面的F0跟Omega0 通通通是constant 而且要大于0 好 假设呢 这个是第二个式子 所以我们要来先解第一个 YH YH各位会不会解 YH是homogeneous的解 YH是homogeneous的解 就相当于我们要解这个 这个时候的Y 叫做YH YH会等于什么东西 YH会等于什么 我们可以看看嘛 因为都是常数嘛 M是质量 C是阻磷系数 K是弹簧的弹力系数 所以这个呢 很容易的 你整理一下 我是不是可以把它变成了 对不对 就相当于说 这是个二阶的 长系数的 其次 线性 VN方程 所以我就可以try YH 会等于exponential lambda T 对不对 我可以这样子嘛 所以这是第四个式子 这是第五个式子 第五个式子 带到第四个式子 你就得到 lambda平方 再加上C over M的lambda 再加上Y 不不 K over M的 更于零 所以lambda 是不是就可以算得出来 二分之负的C over M 正负根号 C over M的平方 减掉四倍的K over M 所以呢 这个时候就可以根据C M K跟M的大小 可得到有三种状况 对不对 所以你会得到 Case 1 lambda 有什么 Distinct Root OK 这个只有一个基本要求 C over M的平方 一定要大过于四倍的K over M 也就是这里面要是实数 所以你会得到lambda1 二分之负的C over M 加上 更好C over M的平方 减掉四倍的K over M lambda2 二分之负的C over M 减掉 更好C over M的平方 减掉四倍的K over M 所以有两个 所以告诉我们Y H 会等于什么 C1 Exponential Lambda 1 T 再讲C2 Exponential Lambda 2T 它的解可以是这样 或者 Case 2 Case 2是什么 Double Root 就是当C over M 就是当C over M的平方 这里面 要等于四倍的K over M 所以两个一箱简就没了 就剩下前面 所以得到lambda 等于负的 2M分之C 所以我们的解会是什么 第一个解呢 是C1 Y1就是Exponential Lambda 负的2M分之C T 第二个解呢 是第一个解 前面乘上一个X 现在的X就是T 它就可以写成这个样 OK 或者是Case 3 Case 3呢 它是个Complex Root 也就是这个时候呢 前面这个要比后面小 所以呢 YH呢 可以是等于 C1 Cosine Cosine 哦没有 前面要乘上一个 Exponential 前面要乘上 Exponential 负的 2M分之CT 那后面有两个系数 C1 你用C1也可以 Cosine 2分之 根号 4K over M 减掉C over M的平方 T 再加上C2 Sine的同样 二分之 根号 4倍的K over M 减掉 C over M的平方 开根号 T 我们就可以得到 这三种状况 当然这些都很简单 现在问题是 最后这个状况 应该怎么办 YP会等于什么 YP我们就要test YP等于什么 OK 我们要问一下 YP等于什么 我们就可以 Try 因为呢 我们是等于 F0 Cosine Omega T 所以我们就可以 假设呢 YP的T呢 它会等于怎么样 某个常数 A 等于多少 不晓得 Cosine Omega T 再加上B Sine Omega T 只要把A跟B 解出来 YP就解出来了 所以我们这边呢 整理一下 12345 这个是6 7 8 这个呢 是我们的9 第9个式子 再把它带回 最原始的 第1个式子里面 我们把第9个式子 带回第1个式子 要这样做之前呢 必须先把 一次一次微分 YP是这样子 那YP的一次方微分呢 会变成A 负的Sine Omega T Omega要提出来 会变成负的 AOmega Sine Omega T 再加上B Omega Cosine Omega T YP的两次微分呢 会变成为 负的 AOmega 平方 Cosine Omega T 减掉 B Omega 平方 的Sine Omega T 通通把它带到第一次 第一次是什么 最左边 M 乘上YP的平方 再加上C乘上Y的一次方 上面这个 再加上C乘上Y YA Cosine Omega T 再加上B Sine Omega T 最后要等于F0 F0是什么 Cosine Omega T 对不对 最后我们要等于这样子 把Sine Omega T Cosine Omega T 把它分别整理一下 这边的Cosine Omega 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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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整理一下 它会变成什么样 左边的 会变成为 大家都有A A 大家都有A OK 所以会等于 这边是K K 这个是M Ome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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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这个是A的 所以A我乘在这边 那中间这个是B的 所以再加上B Omega C 整体 乘上Cosine Omega T Sine 有什么 这边有S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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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ne的呢 前面有 负的M B Omega 平方 这边Omega C 那C Omega B B 这边有BK 大家都是B 对不对 大家都是B 所以我们可以得到一个 什么东西 负的 Omega CA 再加上K 减掉M Omega 平方 乘上B 为什么会这样 对 这个是A OK 所以我这样子弄的时候呢 这个乘上Sine Omega T 最后要等于F0 Cosine Omega Tosine 和Sine 互为证交 OK 什么叫证交 到时候我会跟大家讲 所以这个横等是要存在的 只有一个状况 就是当前面这个系数 要等于它 Sine 前面这个系数 要等于0 这是唯一的可能性 所以你这样就整理出了两个事实出来 第一个 第一个K 减掉M Omega 平方 乘上A 再加上B Omega C 要等于F0 第二个 负的 Omega CA 再加上K 减掉M Omega 平方 乘上B 要等于0 你就得到这两个事实 记住 我们把这个带进去的目的是干嘛 不要忘了我们要干嘛 我们要求我们假设的这个particular solution A跟B分别是什么 这才是我们最主要的目的 对不对 假设这个球完了 我只要把 它跟其中一个case 看看你现在是哪个case 互相相加 就得到我的怎么样 Complete solution 对不对 所以这样一计算结果 A跟B分别等于什么东西 好 我抄给大家一下 或者我们可以重整一下 因为这边有Omega 你不要忘掉 在这个地方 这个减血震荡里面的Omega 基本的减血震荡Omega 假如说 没有它 没有它 就只有基本的减血震荡 我们有说过它Omega 会等于什么东西 对不对 会等于K 根号的K over M 我们也这样子做 我们把它整理一下 你就会得到以下的试试 谢谢大家 OK,我们就可以得到A跟B这两个 好,这个是什么意思 前面这些呢 是YH的部分 那后面YP代表什么意思 我们说过,假设我现在推的频率 跟它共振的这个频率一样的时候 我有可能让它越振越大 就刚刚你们各位所看到的那个桥一样 晃得多愉快,对不对 OK,我们能不能有这个时候 也看得到,那是什么时候 当Omega等于Omega0的时候 你看这两个是不是相见 假设这两个大小一样 这一减是不是这项不见了 因为这项是平方 所以这项无论如何都是正的 假设它等于0 就代表我的分母呢,比较小 分母比较小 是不是就代表B或者是A比较大 对不对 所以它A跟B最大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跟Omega等于Omega0的时候 A跟B比较大 A跟B不就是这个particular solution前面的正幅吗 所以跟这边加起来 就相当于这个告诉我们 当Omega等于Omega0的时候 它有最大的数值 它震得最厉害 那紧接着就看看前面这个是什么 假设前面这个呢 是个damping项 它越来越正越来越弱 越来越弱 那么这个时候呢 这两个项就要去比较了 比较了 假设这个的正幅很大 这个越来越弱 越来越弱 最后面前面这项就不见了 假设这个是第三个状态 Case 3 它不见了就剩下它了 它就一直正一直正一直正 对不对 所以就相当于说 你看到我们那个桥就一直在那边正 一直在那边正 这个时候可能你有damping项 damping项呢 一直的让它 让它维持在一定的正幅而已 这正幅还可以忍受 OK 好那要是上面的那个东西呢 这两个 都随着时间的增加而减少 随着时间增加而减少 而且是exponential的减少 所以减少速度很快 虽然说这个随着时间增加而增加 但是你跟它比起来 你应该还是输给它 所以整体会越来越小 所以呢 前面后面这两个式子会告诉我们 这一项会越来越小 最后呢可能就不见了 所以就剩下后面这个dominate 所以呢你只要你的桥 能够忍受得了后面dominate的 的这个正幅啊 你应该都还活得下来 对不对 你要是忍耐不下来 比如说我这个 Omega跟你一样 我F0又越来越大 F0又越来越大 F0在哪 F0在这儿 还得了 假设风越来越大 是不是代表F0越来越大 就代表B越来越大 或A越来越大 就代表这个震荡会越来越厉害 最后桥就垮 OK 所以从这几个的排列组合呢 你就可以知道 它要发生什么事情 OK OK